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来探讨《道德经》的78章 这一章经文一样不长 但是里面的含义都很深 希望大家好去体会 这一章要告诉我们的是 宇宙最伟大的力量是什么 大爱 后面我们会陆续解析开来 请大家把经文和白话解释 一起来朗诵一遍 第78章 宇宙最伟大的力量 大爱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知能胜 以其无以抑制 若知胜强 柔知胜刚 天下莫富知 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 受国之后 是为设计主 受国故乡 是为天下王 正言若反 第78章 白话解释 白话解释 天下你能看到的一切 没有 比水更柔弱了 但若要攻坚强者 没有比水的力量更大的了 因没有一种不知 因没有一种不知的力量能胜过水 若能胜强 柔能克康 这种议论天下人都知道 但却很少人能做到 因一般人习惯于强化自我 争强斗胜 不易柔软下来 所以有智慧的圣人说 如果一个人能柔软到 为国家而受国人 无辱也无所谓 此人贪汤国家重责大任 如果能柔软到 能承受国家的苦难 或坏也无怜言 此种人贪嗔为天下王 真正合乎天地之道的言论 与一般世人的认知 好像完全相反 是主人往往一天之道而为 自讨苦吃 这方面希望大家好好地深入去体会 为什么说《道德经》 是地球上最高智慧的结经 因为那种思维的方式 生命运作的方向 包括为人处事 这些观念跟一般世俗人的 所理解的方向 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一般人为什么不容易理解它 因为你用自我在运作 用自我在思维 所以你就不容易体会到 里面的深意 《道德经》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提升到高等的心灵 高等的智慧 因为要这样做 家庭才会和谐 社会才会真正的祥和 世界也才会真正的和平 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 柔的力量 柔的智慧 爱的智慧 爱的力量 绝对不是人类社会所积累那一种 用武力 用暴力去解决 那个是属于野蛮的心灵 野蛮的世界 那个不是文明 不是进化 真正高等的心灵 真正文明 真正进化的心灵 是没有战争的 不会用武力去解决问题的 都是用慈悲 用大爱来化解各种冲突对立 所以这一章就是在告诉我们 柔的力量 柔的智慧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知能胜 以其无以益之 进一步来体会一下 水它很柔软 但是它的力量却是很大 大家慢慢去回顾 以前我们所经历过的 所看到过的各种现象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水的柔软 没有看到水的生命 有的人他对水会反感 因为觉得会有水灾 会有洪漏 但是没有进一步去探讨 水灾的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洪漏 原因在哪里 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探讨的 所以有的人 一跟他介绍大自然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他往往想的就是负变的 水会有水患 水灾 地会有地震 那会伤害我们生命 我为什么要去感恩他 就是因为人类没有认识他 去破坏他 伤害他 没有懂得感恩 所以破坏伤害了之后 大自然他必须要做调整 才会有所谓的各种灾害 灾祸 如果人类顺天之道而为 那不一样 这里是要让我们去看看 水 它呈现出来是 多么的柔软 那多么柔软 你看了之后 最重要是要 做什么用途 要学习水这种柔软 遇到有石头 有境界阻碍的时候 你要懂得柔软 不是在那里跟境界硬碰硬 不是一直在那里强调 我吞不下那口气 那口气 有那么难吞吗 真的 人的那个自我 他就是这样 当他觉得他受到一些委屈 他就吞不下那口气 结果呢 就会用 暴富 或是用强势 要去制服别人 要去对付别人 而后面 往往会引来 更多的 负面的 回响 就恶性循环 所以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水 它是很柔弱的 但这个柔弱 它不是懦弱 它是很柔弱的 与世无争 但当它发挥作用 发挥力量的时候 却是力量 起到无比 水本身不会去伤害别人 不会去伤害众生 你说水能够载舟 能复舟 认为说水不好 那是因为 人类不了解水性 或是故意去叛逆 就像你不会游泳 然后你跳下水 被水溺死 你怪水 所以要知道 是因为人类不了解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不了解大自然的特征特性 然后去对抗 违背 才会产生各种灾难 如果不是的话 谁 这是我们天地父母的血液 是在滋润我们的生命 在养育我们 你再怎么讨厌它 你再怎么瞧不起它 你的生命 还是需要水来滋润 这是不是事实 你再怎么讨厌它 那是因为你认知的问题 你再怎么瞧不起它 你的生命 还是离不开它 没有水的化育 你的生命不可能存活 谁要知道 是水在养育滋润我们的生命 只是我们要正确 我们要正确清楚地了解 它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 然后顺道而为 就像狗 有狗的奇性 如果你去跟它对抗的话 你被狗咬 那你是自己去招惹来的 像我们里面的这一只灵灵 灵灵 它虽然小小的 个子不大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个子小 好像那个宠物 你要把它当宠物抱 它不让你抱 有的人认为说 那个子小的 那就是宠物 但是 灵灵 以它而言 它觉得它不是宠物 它不需要你宠爱 它需要你 平等心尊重它 所以它不是要让你抱在怀中 然后当宠物在那里揉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狗的特征特性 要了解万物的特征特性 而不是忙修 瞎练 忙干 然后跟大自然对抗 后面怪 大自然无情 大自然怎么样 不是这样 水当它发挥力量的时候 你看 一场台风 一场大雨 这是因为 人没有把那个水的系统处理好 侵占了水的流道 结果这些房子呢 发大水的时候 因为地基 被水冲刷掉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水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了解水性 你跟它对抗 当它发挥力量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水的力量是多么的大 这让大家看看 他们做的下院 是他们原来的房子 也有家人 但是在台风过后 泥石流一来 把他们的整个的房子都掩埋掉了 这个泥石流来 不是大自然在报复啊 是 因为什么 人类破坏了水土啊 把本来很好的水土 大量的去开垢 去垢发 种植人类要的那些 所谓的经济作物 但是那些经济作物呢 它没有保护水土的能力啊 结果一下超级的雨量之后 就形成了整个山崩 所以就形成泥石流 你看 这个本来是很好的房子啊 泥石流一发生之后 有的房子被掩盖掉了 有的整个就滑坡下去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 水的力量是很大 它很柔 但是它的力量很大 人类如果要跟大自然对抗 你瞧不起水 它有它要走的道路 如果你把那些水的道路 你把它变狭窄 把它堵塞 后面当它发挥力量的时候 那是很巨大的 所以这就是 人类要了解大自然的特征特性 不要盲目的去对抗 这是在一次 台风的大雨之后 整个村庄被掩埋 六百多人都死掉 整个村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的上面 有工程在施工啊 有很大的工程在施工啊 那些工程施工又引用到炸药 所以把附近的土石都松软了 松软了之后下大豪雨 整个就泥石流 所以整个村庄全部掩埋掉 所以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柔并不是懦弱 柔但它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把这个柔的力量 我们好好的善加应用 你有词别有爱心的话 它会发挥非常巨大的力量 大自然本身不会恶意的要去报复什么 如果我们不了解 我们要去对抗它 破坏它 大自然它发挥那自动调整的功能 一出来 它要调整的时候 它所发挥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就是要告诉我们 大自然是很奥妙很伟大 我们要了解它 了解天地的运转法则 了解天地之道 了解万物的特征特性 然后顺天之道而为 能够这样的话 自然就风调雨顺 不可以凭着人类所谓的 我们人类的知识 人类的科技 人类很厉害 人类是万物之灵 然后就为所欲为 要主宰整个地球 像这样的话 就会像前面老子所讲的 这个天地是神器 你如果要去抓紧它 要去掌控它 你要去跟它对抗 后面就有很多的灾祸 就像历史上的大鱼治水 还有他前一代 他的父亲治水 为什么他父亲治水失败 为什么 因为用围堵的政策 这样就会失败 而大鱼呢 他就用疏导的方向 你要了解物理 了解他的运作方向 你用疏导就没有问题 像这里呢 这是前几年 河北形态那边 发生的河体崩溃 结果 很大的地区 就发大水 有些村庄就被淹没 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水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老子讲那个柔 那柔的力量是很大 因为下大雨大水之后 河边的这一栋房子呢 因为陆基被水侵蚀了 结果呢 就整栋倒掉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 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要好去体会 大自然对我们的启示 水 它很柔软 它能够处下 来为众生服务 因为很柔软 所以它的生命呢 能够成为无限的可能 它能够从异态的情况 也会随着因缘的变化 而变为气态 来 大家好去体会 当你生命 你真的能够呈现出柔软 你的生命 就会成为无限的可能 而这种无限的可能 不是去伤害别人 你要去伤害别人 那个都会有恶报的 都会有因果的 而且那种变化 也都很有限的 因为你身心没有放松 那是很僵硬的 如果像水的话 它是无自性 水是这样的柔软 到哪里都是在利益众生 当因缘一变之后 它也可以从异态 变成为气态 当它变成为气态之后 它又可以飘到各处 去利益 更多的众生 生命成为无限的可能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 这一句再请大家朗诵一遍 加强印象 我们再解析下来 起 天下你能看到的一切 没有比水更柔弱的 但若要共坚强者 没有比水的力量更大的 并没有一种物质的力量 能胜过水 这里是写到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 我在白话解释的时候 就补上 天下你能看到的一切 没有比水更柔弱的 因为就像空气 风 风你不容易用眼睛看出来 但风一样很柔 风很柔 但当大自然要做调整的时候 出现台风或是那个强烈的 龙卷风 那个破坏力就很大 你看这辆大卡车 在发水的时候 结果在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之下 还是继续开 开到可能陆基有被掏空的地方 结果整辆车都掉到河里面 整个都淹没掉了 这就是水 它的力量是很大 但不是水要来淹没它 而是你不了解这些特征特性 在发大水的时候 你还开着卡车 开着那么大的车出去 在发水的时候 你看他还骑着摩托车 要去挑战 结果 所以这些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逞强 要了解大自然的特征特性 不是水要故意来报复 而是我们要了解 大自然的特征特性 因为要跟大家讲一个 很重要的核心 很重要一些观念 请大家把这两页朗诵一遍 我再来解析后面的 七 若知圣强 柔知圣当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若能圣强 柔能测当 这种理论天下人都知道 但却很少人能做到 因一般人习惯于强化自我 争强斗胜 不易柔软下来 这就是人类整个集体意识 这样熏悉下来的情况 因为都从被教育的情况 都是从自我出发 世界各国的那种教育观念 都是一直要强化 人类自高 人类最厉害 人类怎么样 自我的生命多么重要 然后一直在强化这个自我 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不重要 我们的生命是很珍贵 但是 人类被灌输成为 强化那个自我意识 然后自我保护 自我膨胀 结果就形成用我跟一切境界在对立对抗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很重要 每个人生命同样重要 我们人类的生命很珍贵 动物的生命一样很珍贵 我们的生命珍贵 动物的生命珍贵 植物的生命 也同样都很珍贵 这是道德经要让我们了解的 万物都是平等 都有它存在的神圣价值 大致很呈现出的 是柔软的和谐的 不是人类那种强势 那人类的思想架构呢 都是要用增强斗胜 怕输别人 然后都要展现自我很厉害 所以常常要比拳头 比肌肉 比武力 这是人类几千年来 所积累下来的一些观念 但是这种对峙 它对这个地球 没有什么建设性 因为它是彼此互相的 在绰号彼此的力量 消耗更多地球的能量 这种对峙呢 它产生的都是负变的能量 人类如果心灵意识 逐渐提升上来的话 会从过去的那种 对立对峙的情况 慢慢学到尊重 学到柔 当人类学到尊重 学到柔 化解各种对立 人类的文化 才会真正的迈向 真正的文明 真正的进化 真正的提升 绝对不是任何的武力武器 所能够到达的 这是道德经教告诉我们 柔的力量 柔的智慧 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和平 如果照以往的那种发展 照以往的观念 用武力去对抗去对峙 就会导致更多的冲突 灾祸灾难 而那些用比武力 用硬碰硬的 到后面 彼此都受伤害 让更多人家破人亡 而对整个地球来讲 那些强势的对峙 对立 或是大大小小的战争 对整个地球而言 都是一种 什么行为 都是在破坏 不管你哪一方 不管你用任何理由 只要发生冲突 对立 大小战乱战争 都是对地球 对我们大家的家园的破坏 要知道 这种强的力量 增的力量 它对地球都是负面的能量 你要让这个地球 真正和平和谐 我们要体会到柔的力量 柔的智慧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一棵玉米种子 它要长出芽 渐渐的长大 你用任何武力暴力 能不能达到 很简单 你用任何的武力暴力 能不能说 我命令你这一棵种子 你就乖乖的给我冒牙长大 能不能 做不到的 好好去体会 那这一棵种子 它要发芽 要长大 需要什么力量 爱的力量 柔和的力量 大家好好去体会 当这个地球能够产生出 更多的甜美的果实 要知道 都是靠柔的力量 爱的能量 它才会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这是什么 黄豆 黄豆 它为什么能够 有雷雷的果实 它为什么能够从 一棵小种子 结出雷雷的果实 要靠什么 爱的力量 爱的能量 这就是道德经后 告诉我们的 柔的力量 柔的重要 这个柔不是懦弱 它是爱 爱的力量 大家好去参入 你用任何的武力 用任何的武器 能不能让这个种子发芽 大家好提会 能够让它发芽 开花结果 这就是正向的能量 你给它正向能量 它就会不断地 产出更多的果实出来 大家都受益 世界各国都受益 如果你用武力 用暴力 用强势 主宰命令 你不是给它爱的能量 你用的是武力 暴力 这个种子 大家好去体会 包括 你如果说 我很厉害 你再不冒芽 再不开花结果 我就用核子弹 对付你 你搬出核子弹 你能够让一颗种子 沉浮吗 能不能 没办法的 所以大家好去体会 能让种子 能够开花结果 我有爱的能量 我有柔的能量 这里含义很深 大家要好好深入去体会 要从这里引用 引申到各方面 含义很深 像我们生态村的家人 他们种下西红柿的种子 或是种下菜种子 菜苗 他们现在都学会 用爱来播种 用爱来播种 又去观察到 大自然的 化育力量 这个过程 都是需要 柔和 都需要爱 大家从这里 好好去引申 去体会 我们用强势 用暴力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大家好好去参悟 为什么道德经文字很简短 但是含义都很深 里面 都含有密码 为什么 弱能够胜强 柔能胜刚 这个柔 这个弱 它不是懦弱 它都是爱 的流露 当你缺乏爱的时候 当你对待外境 没有爱的时候 就会充满什么 暴力 就用暴力 而暴力 一施展出来 它就会形成什么 破坏 它不会有建设性 不会真正有甜美的成果出来 这个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然后引申到各方面 包括人生为人处事 也是一样 包括对待我们的家人 对待我们家中的小孩子 同样的 好好去体会 我们这些生态村的家人 他们在播种花生米下去 你看 没多久 这些花生米 都冒芽 成长 长得都很健康 非常好 几个月之后 有丰收 像我们这位村长 他就在参悟 为什么几个月前 种下那些种子 几个月之后 就有这么多甜美的果实 你越深入去体会 你才会震撼 赞叹 大自然的力量 大自然的能量 而这方面 你用武力 用武器 能达到吗 没办法的 一定要用爱 要尊重 这就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 柔的力量 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一般人以前因为不了解 道德经里面的密码 所以就形成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 你知道一些之鉴 但是没有知道里面它真正的生意 所以就不容易做到 现在我尽量把里面的密码解开来 让大家可以了解 原来里面的生意 原来里面的生意是这样 你要有甜美的成果出来 记得 你的人生要有甜美的成果出来 一定要用什么 爱 一定要用柔 用爱的力量 它才会真正有甜美的果实出来 这个社会要和平 这个社会要祥和和谐 这个世界要和平 唯有大家 学到爱 学到尊重 这个世界就会有真正的和平 希望人类提升上来 不要用过去那种 用武力去对付 不要用那些观念 那个只有破坏 只有导致后面彼此的灾难 如果人类学到爱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 将心比心 全世界的家人 兄弟姐妹 他们都需要爱 都需要被尊重 所以当人类学会了 用爱 用平等心来善待 这个世界 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希望大家 从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高等智慧里面 大家好好去参悟 好好去体会 然后练习去做出来 放下我们那个自我本位主义 放下那个自以为尊的那种观念之鉴 用平等心来善待 所有的兄弟姐妹 善待所有的家人 我们心量要打开 把普天下的人 都是我们的家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世界各国的人 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我们的家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用平等心来尊重 每个民族 用平等心来尊重每个国家 用平等心来尊重每个宗教 这个世界 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 大家所盼望的 只是那个真正有效的方法 以前人类不容易找到 现在我们把这些密码 秘诀 把它呈现出来 跟全世界分享 希望世界从现在开始 能够真正学到老祖宗的高等智慧 从现在开始 世界各国能够学习的 用平等心 大爱之心来善待彼此 像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迈向真正的和平和谐 再举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 这是我们在澳大利亚那边 道德经国际研学的中心 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 这些孔雀 他是完全被尊重的 所以他们都自由地来来去去 自由地走动 跟我们里面的人都一样 都是一家人 孔雀他本身要不要开平 我们能不能用人类的 一丝死主宰欲去强迫他 命令他 能不能 你能不能跟我说 我官位很大 我命令你 你现在就开给我看 如果你不开给我看 我就宰掉你 这种强势 你能不能让孔雀开平 他会怎么样 他一定跑掉 当他感受到你是强势的 你的气氛磁场是不友善的 我跟你讲 他保证不会开给你看 大家好好去体会 他们需要我们尊重他 需要我们用爱心来善待他 我在那边一样我体会到有时候因为我要拍一些资料 那我比较积极的希望他开平 如果他感受我比较积极的这种情况的话 他不但不开他就逃跑 当我用爱来善待 尊重他 你看 他就在面前开给我们看 大家好去体会 孔雀如果你给他有压力 有惊恐 他一定不会开平 因为他不开心 你给他压力 他就不开心 所以要知道 要将心比心 如果别人命令我们做什么 你会开心吗 不会真正开心 你不会真正开心 你的才华 你的潜能 会发挥出来吗 如果是别人命令你去做什么事情 你顶多只是应付应付而已 你的智慧不会流露出来 你不开心 你的高等智慧就不会流露出来 万物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用强势用主宰 他不会开的 当我们尊重他 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 万物的特征特性 为什么要学道 学习大自然的法则 当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才会顺天之道而为 才不会用那个自我意识 然后要去主宰 要去掌控 乱搞 把整个家庭搞得很糟糕 把这个世界搞得很糟糕 要知道人类是要学习天地之道 大自然之道 当我们懂得尊重他 你看我没有给他任何压力 我尊重他 爱护他 结果他处处都会展现出 他的生命之美 你看 多么奥妙 孔雀如果你懂得欣赏的话 他全身都是充满了艺术之美 他的颜色 他的构造 如果你用死板板的头脑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没什么 如果你用心灵来看 来感受 你会很赞叹 会很震撼 他们的构造之妙 他们的颜色之丰富 这奥妙 你会赞叹 当你懂得欣赏他们 就是开瓶给我们看 分享他生命的喜悦 唯有他在生命喜悦快乐的时候 他才会开 他心开 他才会开瓶 他在开瓶的时候 请你要接受他的完整全部 不要他屁股给你看 你就在嫌弃他 你要懂得欣赏 他就会转过来 让我们欣赏 他的生命之美 大家好去体会 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 被尊敬 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的小孩 对我们的亲戚朋友 都一样 要懂得尊敬尊重 如果我们越能够尊敬万物 尊重万物 万物 他会把那个很美的那一边 跟我们分享 为什么到哪里 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很美丽的世界 都是人间天堂 为什么很多人他觉得这个没什么 那个没什么 因为你没有用心灵去感受 你没有用爱去看 这方面呢 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当我们尊重他 你看哦 孔雀开平那个很大 范围超过三米 超过三公尺 这么大的伞 然后在户外 风一吹 那个力量多大 力量很大 差点就把他吹翻了 你看哦 差点把他吹翻了 但是他还是尽量的撑住 又设法再开给我们看 所以我很感动 他就是乐意跟我们分享 当我们尊重他 懂得欣赏 他就是乐意跟我们分享 你看他被风吹得这样 还是一样 设法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学会 什么是柔的力量 爱的力量 你真的去参悟悟透的话 我们就会渐渐的 懂得去淡化那个自我 前面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若之胜强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你慢慢的 你参悟月深之后 你就能够做到了 因为你知道 原来这样 它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所以你就会朝着上面去做了 母鸡 它用爱来善待这些鸡蛋 唯有爱 唯有能量 才能够让那些鸡蛋 孵化出来 是不是这样 柔的力量 爱的力量 它才会有建设性 如果男人 你懂得用爱来善待 不管是你的爱人 女朋友 或是太太 你懂得用爱来善待 他自然 他就很乐意 嫁鸡随鸡 不只嫁鸡随鸡 他也乐意 嫁狗随狗 有没有看到 嫁狗随狗还帮你生了一大堆小宝宝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爱的力量之大 当你体会到这种爱的力量之大 你会很清楚知道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方向 别人不了解 没关系 你很清楚知道你的生命的方向感 你知道该怎么去做 别人不了解 别人数落批评 那都无所谓 你很清楚知道 你要怎么做 所以你才会有很强的那一种 看受力 柔软度 你有看受力 有柔软性出来 你才会体会到这一句话的奥妙 里面的密码 你才会体会到 请大家一起把这两章 让我送一遍 起 圣人说 如果一个人能柔软到为国家而受国人侮辱也无所谓 死人贪淡国家重责大任 如果能柔软到能承受国家的苦难或外也无怨言 十种人贪成为天下王 大家好好去体会 受国之构 受国不祥 这个就是说 他一定要柔软到 可以承受各方面的指责 误解 批评 批判 而他都能够有能力去承担去承受 因为他心中很清楚的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别人不了解 那是 别人的事情 他很清楚知道 我是顺天之道而为 凭着良心在做 现在一般人不知道 以后历史会证明一切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堪受力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要了解 你要能够来到有这样的柔软度 堪受力 往往都是需要 怎么样 需要经历过很多的磨练历练的 需要经历风霜雨雪的洗涤的 如果你好意勿劳 怕吃苦 怕承担 总是挑轻松的工作去做 总是怕做得比别人多 斤斤计较 怕吃亏 像这样的话 你就没办法接受历练 你看 这颗银星 它活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为什么它能够活这么久 就是因为 能够从小就接受 风霜雨雪的洗涤历 为什么能够成为国之栋梁 就是因为能够接受 风霜雨雪的洗涤历练 这就是后面这里 所要告诉我们的 能够受国之构 是为社稷主 受国不祥 是为天下王 这个国 这是一个形容而已 也就是你能够 面对四面八方 各方面的指责压力 批评批判 而你能够 心里很清楚 知道 我要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你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 生命的意义 要了解 我将来 会用事实来证明一切 而这里面呢 没有任何的私心 没有任何的 自私自利之心 你为天下长生去做 不管别人怎么样的 数落批评批判 你都会有那种柔软度 去承担 去接受 而后面历史事实 就会证明一切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柔的力量 柔的智慧 正言若凡 希望大家不要在乎 别人怎么看 怎么批评 怎么论断 你学的道 学到了智慧 你会很清楚知道 我要怎么走 我要怎么做 你心中有道 你的生命 就会跟过往不一样了 你就会清楚地知道 怎么样活出生命的意义 活出生命的价值 好 祝大家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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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